本來不求任何彙報 血濃於水的親情 本來不求任何彙報 但有人試,恩情是理所當然 一失去的時候就會發狂 當仇恨掩蓋手足之情 那種殺傷力 隨時比非親非故更加大 你不想要嗎 歡迎收看《晚吹罪光燈》 今集繼續有我,歐錦棠 當然少不了我的美女拍檔 可兒和香港重案專家花家姐 我想問兩位有句話 叫《詩恩忘報》 不知道兩位會怎樣看 我很唏噓,經常覺得養狗就咬咬 我覺得做人最重要是對得住自己的良心 有時候過不了自己的關係 就是過不了自己的關係 對我來說,你能否報報也算了 但如果你說以願報報 這就是我的底線 我想可能會選擇絕交,不頂我 那你長久了,你的名單 廁紙也沒那麼長 這個世界真的有很多人是以願報得 最唏噓的就是多年朋友也算了 對嗎 如果你說自己的兄弟手足之間 都弄得要這樣 那就真的有不堪設想之餘 像今天我們說的這宗真人真事 相當令人唏噓 2014年,9月24日中午時分 旺角撥蘭街一間食市發生恐怖血案 37歲食客曾文偉和哥哥五線期間 發生口角 他情緒激動下 拿出一把尺半長的魚山刀 向對方狂斬22刀 其中一刀甚至將覆布剖開 哥哥被送院後證實不治 曾文偉被控謀殺親兄 最終判誤殺 但法官認為他極危險 須判終身監禁 最低刑期為15年 這宗案件的情節不僅令人心寒 我還很記得當時看報紙或新聞報道 為何印象那麼深 就是第一,是兄弟 第二,是無聲無息之間的發生 好像沒有特別大的爭吵 這樣便會來 其實那間食店我自己也有幫助過 那個位置很方便 我記憶中是很窄的位置 你想到寸金尺島有多大 而且當時他們坐得很入 其實突然拿刀出來砍你 譬如任何人 根本無法離開,真的無法離開 據說當時哥哥曾永豪 被他砍了幾刀後 打算立刻逃走 但當時可能已經是負傷 走不了幾步,已經跌倒了 結果被弟弟狂砍 對 這就是清湯藍的店面 旁邊有茶餐廳 那條街根本很旺 吃飯時間 對 所以他跌倒在地上時 旁邊的乘客那一刻意識到砍人 再加上職員會叫人 雞飛狗走 雞飛狗走 你可以想像到當時的場面 有多混亂 死者是42歲的曾永豪 在不蘭街那邊 也是大型商場的連鎖健身店 當推銷經理,叫銷售經理 當年整項盛市 對 收入挺好的 對 挺好的 也肯定很好的 而且你看到他做得… 你也要擺放給別人看照 他身形挺灰悶的 對,但很可惜 在這次事件中謀殺他 殺害他 是親兄弟、親弟 叫曾文偉 當年37歲 其實他們家裡有六兄弟姐妹 兇手排第五 而曾永豪排第二,是二哥 這兩兄弟一起跟媽媽 住在石劫尾村 另外同住的有死者的女友 說回食店的女職員說 最初的10分鐘 只聽到被告的一個人說話 內容當然不聽得很清楚 因為很顧著工作 但會聽到關於媽媽和錢 這些字眼 大約是10分鐘左右 聽到好像有人開始吵起 然後被告突然狂聲大發 在身上做了一把尺盤 尺盤有這麼長的,一把魚生刀 魚生刀是多麼風利、多麼尖 那些人的兇徒集中攻擊死者的 左手和左邊身 其實這位弟弟當時沒有停手 殺得盛起,不斷斬… 總共斬了22刀 是 期間其實死者曾經嘗試用右手擋 但剛才那把刀也看到了 差不多連他的手 前半個月都差點掉 其實整個場面真的很恐怖 甚至有一刀插進肚子的位置 連腸也流出來 其實當時真的很凶殘 完全沒有上性 究竟當時的場面有多恐怖 有多血腥 我們可以看看事後拍攝的照片 看到地面很明顯是血跡斑斑 可想而知當時死者是失血跡那麼多 那條街的人多 當時街上經常都會有警員巡邏 想著會否逃脫 大家是大汗 不是,他真的逃脫 是,你猜他去了哪裡 想不到 原來他一身血液去了天水圍 有一間電話店 大哥在那裡工作 他去找大哥,究竟要做甚麼 買電話還是怎樣 這個不得而知 但當時大哥已經接到廣華爾的電話 說他的弟弟,即二哥出事 第一時間趕去探望他 而與此同時 兇手力也收到大哥的電話 說二哥出事了 他當然知道 但當時他還假裝 會否是他得罪了人 希望擾亂大家的事 當然沒事 當然大哥當時不知道是五弟所為 事後事發東窗 他覺得不能夠相信 是同胞兄弟,這樣來相殘 兇徒當然沒有去醫院 去了諾瓦州 看過款,有個意識 想潛逃 想潛逃 但他全身都鮮血,神態又有異 很快就在巴士站附近被人截查 是,但誰不知他竟然很直接 跟警察說 對,我剛殺了我哥哥 警察在他的背包上 搜到一把很長的魚生刀 當場把他扣起 首先要送去醫院 因為他也有點傷 而且他的神態也有點怪 是,這裡有他被人拘捕時的照片 看到他的左手,手臂的T恤 很明顯滲出血跡 說回曾文偉 當時已經有三年吸食冰毒的習慣 而他三十多歲 平日都是無所事事 打散工,絕對不可以說有症跡 他以甚麼為生 就是以他媽媽和二哥一起住 給他零用錢為生 名義上說是借 但基本上都明知他沒有能力還錢 所以一直以來 都是依賴他們的生活 說回阿偉,兇徒 他的底部相當誇張 犯案累累 數一數不斷 曾經有七次上庭的紀錄 控罪一落落 包括有盜竊、非法禁錮 還有殺取贖金 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 藏毒和搶劫等等 最後一次犯案,即是殺人之前 就是2008年 因為搶劫,判監五年 剛出獄,不是很久了 對… 特別提及他1997年那宗 當年他20歲左右 聯同同黨一起綁架了 一個10歲的男童 困在天水圍的一間木屋 勒索的家人是250萬 這麼多 挺困難 家人很害怕就報警 亦是交贖金 交贖金時被警察拘捕他 他事後被判監六年 但他入獄後並沒有悔改 還不停犯案 在獄中怎樣犯案 就是想賄賂懲教署的人員 替他做跑腿 帶些遺禁品進監獄中 例如甚麼東西 薄餅、燒鵝… 對…燒鵝腿、煙仔等等 全部都是吃東西的 可能他人也挺餵食 懲教署的人當然拒絕和他合作 還舉報他 事後他被加監半年 其實放監後 可能因為他有案例 要找一份好的工作也不容易 所以形成了他之後的生活 還不停犯案 進出監獄 混混合合合 據同一屋簷下的死者女友所說 其實阿偉自己有間房間 但他很少出來 好像很奇怪 而且經常說這裡痛那裡痛 試過說很辛苦,呼吸不到 就叫他幫我叫白車 他印象中是叫過五次白車 但是… 三十多歲人而已 對,而且他聽過他跟阿偉的媽媽 很大聲地說想拿錢 但他說還沒試過看到 他跟自己的男友 即案中的死者發生過爭執 他沒有聽過 回顧他的歷史 可以這麼說,說白一點 人的生活、檢點等等 他不是那麼正常的人 放在家裡 即是一個計時炸彈 到底為何這個家中的計時炸彈 在2014年突然一下子爆發 還要親手殺害自己的兄長 稍後回來跟大家繼續說 我們有些演化心理學說 兄弟是一個最直接、最快 最早看到的競爭對手 但大家可能也看到的現象 就是人們會將心理情緒 轉移到某些好人身上 他不是生氣一個從來不幫助他的人 但他生氣一個幫助我 我不幫助他的人 回來第二節的晚吹罪光燈 上一節我們說到 2014年在旺角波蘭街 一間食肆裡發生了一種血案 弟弟用魚山刀砍到哥哥 肚子上樓,一命護褲 為何會這麼大件事 你別說親生兄弟 真是好朋友,即使吵架也做不出 凡事也不會無緣無故 坦白說,以這個弟弟來說 壞事也做盡了,對吧 其實家人真的代他不俗 有房子給他住 有時候他不夠錢 就要幾百元給他 都是錢 事發當日,其實他出門前 都是問他媽媽拿錢 他媽媽把銀包裡僅餘的60元 都給他了 拿了媽媽的60元後 他打電話給二哥 想約他當天出來吃午飯 據二哥當時身邊的同事 都聽到他說這個電話 聽到他說不用了… 不用還,不用了 但他依然堅持約二哥出來吃午餐 好,最後二哥勉強赴約 據兇堂阿偉說 二哥不斷教訓他 叫他生性做人 叫他說你賺到錢就給媽媽 你知道他怎麼回答嗎 阿偉控告人說 我又說,我今早在長沙灣 用了二百多元買一把魚生刀 打算回去送給媽媽做禮物 哄她開心 只說這個理由,你相信嗎 你哄媽媽,你會買一把魚生刀給她嗎 這理由是否成立 那個人聽到就連火都管 對 給媽媽媽花錢就行了 你為何浪費這些錢 然後就在這裡罵他 你整個人做不等洗東西 吃掉垃圾,垃圾即是冰毒 令你看他整個垃圾 要用這句話來罵他 這句話他覺得受不了 整個人好像爆開,非常嘔吐 當時他叫阿哥,你可否別這麼大聲 誰知他的哥哥罵你便罵你 我又沒有罵錯你 當時他突然不知道自己做過甚麼 然後有一些零碎的畫面 好像隱約記得自己曾經在袋裡 拿一把刀出來,然後把刀放進袋裡 中間沒有了 然後他記得前面有一塊石 阻礙著它,他就踢開一塊石 就掌握過了一些東西 不知道是甚麼 他從何時開始恢復了一點意識 他說乘搭港鐵 聽到沙門… 他說那一刻才恢復了聽覺 直至我覺得這刻也很出奇 他可以全身脫臨臨臨 但仍然可以乘搭港鐵去天水圍 想找他大哥 而他去找他大哥的時候 他說那一刻才真正開始意識到 自己原來斬傷了二哥 辯言方說因為被告長期吸毒毒品 所以精神導致他有問題 甚至可能失常 但控方堅持說不是了 不是,確定了 他的精神完全沒有問題 但事實是他有吸毒 有受到影響 而且說他有嚴重的反社會人格 其實說真的挺複雜 他好像有心理問題 生理上又好像受到毒品的影響 真的很難判 但當時最終陪審團的決定是 並非謀殺,是誤殺罪成 但法官覺得案情非常嚴重 非一般的誤殺 覺得這個人對公眾構成嚴重的威脅 所以最後判他終身監禁 是否比較少 非常少 不殺有終身監禁是少 對,其實法官這次 也有參考到一些專家的意見 說他在吸食毒品的習慣之前 已經有暴力的前科 假如他被放監後 再加上如果沒有成功戒毒 沒有家人的支持 其實對社會的危險性相當高 所以他才作出這個判決 但在這宗案件中 雖然判了終身監禁 後來也有把刑期改為… 怎樣說呢 他至少要坐15年 有假釋 對,有機會假釋 可能會早點出來 但之後弟弟還不復刑期上訴 說為何誤殺,判了終身 還要至少坐15年 而他在求情信當中 沒有一個家人替他寫求情信 他找朋友幫他,找甚麼朋友 兩個都是曾經有案底的朋友 你猜大家會否接受 不是歧視你有案底 但相對性來說 可能大家未必會覺得這麼強 所以最後也是維持原判 判他終身監禁 聽了那麼多關於這宗案件的情節 大家都覺得匪而所思 究竟兇徒發案動機是甚麼 為何會令他計時炸彈 突然一下子就爆出來 不如請來我們的好朋友 心理專家史提反和大家聊聊 歡迎史提反 你好 案中的被告18歲 一成年就已經開始犯事 還要搶劫、綁架、後期殺人 其實他算是天生犯罪狂嗎 你說是否先天呢 應該是我們一般理解的不是 我們一般想的先天就是 他不受任何訓練 不受任何經歷 他本身都是這樣傾向,這是先天 心理學上很少說一個人是天生物 實際上我們人的成績比較複雜 而且歷程比較長 譬如我們一出生 你媽媽怎麼抱你,抱你的習慣 甚至早年去廁所習慣 其實都是後天的部分 因為不同的做法 或者去廁所的行程 已經可能會影響你的性格 例如看到你們的案情 或你們在香港 有些事情可以留意 例如他吃冰毒,例如吸毒 一般人…例如我自己 我悶極,我只會吃煙 第一,我未必有這樣的門路 去找到冰 但我說為何要吃冰 我說吃冰的過程 或者吃冰的原因更加要探討 可能因為他身邊空虛、寂寞 以及社會的情況如何 例如學校有否有壞影響 例如早年有否受老師歧視 或者甚至不公平的對待 家庭是否感覺上不安全 甚至被忽略,我們不知道 所以你說是否先天 在我心理學上 或者我自己談論 就覺得不應該是 但看回他18歲 已經去打家劫社 直到他殺哥哥那天早上 其實他是去看急症 但他竟然看急症 也可以跟別人吵架 當天打人,但沒有報警 看來他真是很有暴力傾向的人 是嗎 他那天早上是否悶到爆 你說是否暴力 我未必知道 為甚麼呢 我早已說過很多資料不足 我不可以知道他平時為人怎樣 但你說早上跟別人吵架 極之可能他早上 處於心理不是很穩健的狀況 剛才你也說過 他哥哥可能說了一句話 刺痛了他 他可能根據他所說 又嘗試叫他不要說 他更大聲一點也不明白 其實那是致命的 即是叫百發點 或是叫若癮 一忍就收不到 但二十二刀 我覺得一個正常人 對… 其實你要拿命 頭幾刀、五刀 其實已經可以拿命 其實二十二刀會否是法善 一般人,譬如犯罪心理學 也會這麼說 譬如假設刺一個人或刺一個人 譬如刺臉 甚至連續二十多次或十多次以上 其實也會斷定這個人 可能處於一個不太行平 或不太正常的狀況 剛才你們說過 刺完之後他沒有記憶 這部分我相信 實際上我們的情緒或記憶很有趣 遇到極端的情況 或者可能情緒很緊張的狀況 會停機,或是會鎖掉的部分 這是可行的嗎 會否是… 其實我自己很不想記得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對我來說是不堪回首的東西 會…絕對會 但這宗案件反而我有兩個 可能要談談 第一個就是兄弟之間 其實兄弟是一個最直接、最快 最早見到的競爭對手 我們有些演化身後說 動物世界好也好 其實我們一出生 就已經面對同等基因的競爭對手 那就是很難避免直接衝突 而且我經常說 你不是說他對你好或感激 我有看一些研究 很多特別是排得比較後的小孩 他性格比較自我 他不會覺得你幫我應該感謝你 我心裡的說話可能就是很煩 我沒有叫你幫助,多事、啰嗦 是否代表這件事一定是既定 很難反抗 今天所謂的案件的兇手 即是他一出生是排後的 排後一定一出生 已經是有健身對手 不是他的哥哥 特別是那個好兒子 有些事你沒有做過 例如躺著或中槍 因為其實你沒有做過的事 但你比我好,本來就得罪我 是欠缺自信的人 突然我看到你笑 我這麼可憐,你笑? 已經是得罪我 但可能別人不是笑你 簡直不是 但問題是你在我前面笑 我覺得你比我好 感覺上已經產生不妥 當然,這不是正常人 心理位置或心理狀況 已經是不好的人 這是第一點 但大家可能都看到的現象 就是勸交的人被殺 不是搞事的人被殺 我們說這個心理現象 就是人們會將心理情緒 轉移到某些弱勢 或者是好人身上 問題是… 反而是二哥經常跟他住 給他錢 對 照顧他的人 我們經常說 可能他不是生氣一個 從來不幫助他的人 因為他生氣甚麼 他也不幫助我,對吧 一吵停了 但他生氣一個 幫助我,不幫到底的人 這個就是很可憐 台灣最近一個很著名的藝人 他一直幫他哥哥還債 但最後真的幫不了 或者不幫的時候 他哥哥就殺死自己的老婆 和兒子,繼而再自殺 很可憐 一家三口就這樣 所以警醒就是 幫人幫是否在害他 第二就是害自己 你說到這樣,這件事很難避免 性格是這樣的,他的祭遇是這樣的 如果家中有這種人 就這麼不幸 怎樣處理和疏理 幫助我呢 對,這就是在家庭層面 特別的媽媽在位置中 很難還不幫助 大家要留意 第一就是有些人借錢 第一次出事 一定要開一個家庭會議 大家參與 即是三口六面說清楚 寫一張紙甚麼都好 那張紙其實不是要求他 而是一個程序上 令他記得那個過程 就說好,這次幫你解決 好,幫你處理 問題就是下次沒有,一定沒有 你下次不要跟我說 你這次不幫我,想我吃 不要說這句 一定要記錄,不要說這句 為甚麼?我會害死你 根據兇徒的口供所說 當時阿哥說要罵他 而且用一些很難堪的說話 說他吃垃圾 把人也吃垃圾 這些是比較侮辱性的言辭 其實對著他 當他不是有精神病 是否不應該用這種說話 我們人性來說 罵人其實是正常反應 因為你很不高興 或者有些要求 直接說出來是對的 但我們人是一個文明的產品 要修飾 他字眼要簡單,令他舒服一點 或者令他聽得來不特別 因為情緒太大反差 我當時吃飯,突然說到垃圾 也變成正常人,會不高興 但旁邊可能有人聽到面子問題 情緒反應很大 所以我經常說要罵別人 罵也要自然修飾 令對方能夠接受 所以父母別說 我生餐廁比生理好 我剛才聽到大了 好,對不起 提起你傷心 不要緊,我經常覺得是一塊好餐廁 很重要,自己疏離 幸好自己疏離 否則有些人真的… 鑽牛角尖 對,正如施力反所說 如果你走錯一步 然後你就會想到一旁 然後就沾染了不好的習慣 一群不好的所謂朋友 然後還是做盡 就像我們今集的主角 這個兇手一樣 他摧毀了自己人生 但不單純摧毀了家人的一生 令人相當唏噓而顏色 這集很感謝小禮品跟我們分析 謝謝 謝謝 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 一有新片,馬上通知你